因为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周杰伦了 然后也挺喜欢的 现在也挺喜欢的 然后基本上都能见到面能叫出名字来 然后但是没有很深的研究过台湾的流行音乐 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多听一听 因为很早以前就听说姚果门桌音乐节 所以这次来也挺高兴的 然后希望能有和平时的一些别的音乐节不一样的地方 能让自己兴奋一点 自己第一次参加然后很高兴 就像我刚刚讲的啦 因为我很爱吃东西 那我爱唱歌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还蛮好的 那明天挑的歌曲 曲目会不会特地就是会来因应这个版斗的气氛 来特地挑 通常音乐节的话会尽量选比较快一点的歌 数字以外的话应该好 也没有太多有关于诗的歌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会不会担心说就是明天演唱的时候 然后下面的人都还在一直吃 就顾着吃 然后就很热闹 然后就没有听你唱歌这样 应该前面就是表演前会先去偷一些什么事 对啊就是那天通报还蛮满 然后就像表演那些之类的 你自己判断 我只能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去 去在我完全了解事情的时候发表任何意见 所以代表哪一天可能比较没那么忙的时候 可以把那些条款从一看到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才比较有资格去发表 那尤其是我想拌桌是一个非常台湾地区性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希望他们这次可以见识到 就是台湾拌桌的那个能量 那些东西很好吃 好谢谢因为我们叫他总裁 谢谢大家